你会有政治的红利 好啊 OK OK 那你不舒服就不舒服 休息吧 我不提你对不对 休息一天 我提李文中 我提李文中 柯文哲心中更七上八下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那是真的要送医院 真的七上八下 为什么 因为昨天李文中被积压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朱雅虎讲了什么 对 那两个是分开嘛 是 他不知道朱雅虎讲了什么 可是他今天再去 讲一会儿跟他讲 你不要再凹了 朱雅虎都说了 那李文中会怎么办 所以柯文哲之前在 看守所里面的时候 他都是神情自若 突然间身心状况不佳 这什么状况 朱雅虎 李文中被压 有没有什么样的声音传到他 诶 那个朱雅虎被压了 你说柯文哲会不会心中一惊 嗨呀 糟了 他知道了 可是好像不少 这家伙嘴巴紧不紧啊 这老审会不会自己不说 叫朱雅虎说了 那个身心 他会有很多剧场会在开始 当然受影响 然后突然间说 李文中也被压了 李文中不供出我啊 他不知道啊 是 对不对 李文中会不会供出我啊 糟糕 我当时不应该讲他是坏朋友的了 糟糕 他会怀恨在心啊 是悟性50年的朋友 那个心中的小剧场啊 而且我们的智商没有那么高 他智商157 所以他那个里面的回路比我们多好多遍 你知道吗 我们跑一遍他可能要跑五遍 容易短路烧起来 他不舒服了嘛 糟糕了 这身心不疑了 这不出庭 可是不出庭 找李文中 李文中今天再出庭 如果把朱雅虎给他的共词交叉比对 李文中要不要说啊 要不要讲啊 今天如果连李文中都说出了什么资质片语了 柯文哲真的难过了 而且后面所连带到的柯文哲 不是他本人而已 是跟你柯文哲 帮你柯文哲理财的陈佩奇 还有在海外 在海外你想想看 他的三个孩子 在海外念书的钱 是哪来的 那柯文哲会不会怕 对他总要考虑一下吧 获及其指 这是我们一个做一家之主 最怕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当然身心受状况 不过我讲的 他最担心的还是什么 他最担心的还是他同党的这群人 这群人很多人是状况外的 徐浦啊 陈志涵这票人 其实他没有像核心分子 因为他们非核心 他们没有那么进入状况 万一他们不小心捅出了什么篓子来 哇那真的是惊天爆 全部爆爆到柯文哲 头发人家变白他是变黑 民众党呢有这个YT的这个频道 民众之声有很多的小草捐款 有很多的斗内 是上百万元 数百万元 那这些钱是捐到哪里去呢 那因为他们的副秘书长徐浦呢 他曾经去这个连政署 他那时候强调不是被约谈 但是因为周刊说 他其实9月20号已经遭到调查局的约谈了 结果就发现说呢 因为这个木可呢 这个他有当时他有询问了 就是说到底这些斗内 钱要存到哪里去 那比如说是 因为YT可能是要有这外币账号 所以呢他有去询问 那最后问到李文中 李文中就说 那就放到木可啊 那木可就有一个外币的这个账户啊 但是后来发现呢 这个徐浦他竟然说呢 当初相信李文中不会侵占这笔钱 来瑞德哥 这是代表什么呢 木可的这个账户 外币账户 在李文中的操控之下 钱到底流进了谁的口袋吗 我印象中记得 当时民众党怎么说 当时好像还有个录音档 对不对 各位记不记得 好像还有一个录音档出来 然后当时民众党的说法是 那只是内部讨论 那只是内部讨论 那到后来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后来就说这些抖念的钱 到底进了哪里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么今天周刊的这个报导啊 就提到 当时呢 这个包括民众党他们认为说 可能是不是要进这个基金会啦 还是什么啦 那李文中说 那就直接到木可来了 那这中间的这个钱呢 当然这个抖念的钱是合法取得 扣掉相关美国的税金之后呢 它是合法的取得 但是因为你不觉得很乱吗 工帐私帐全部洗在一起 洗得乱七八糟 今天李文中在收押了以后 今天是第一次的把他给提讯出来 今天下午 那另外还这个传唤了 当时也以这个证人为题 为由把他这个传唤来的 克文哲的那个几个秘书 其中一位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 可能喜欢用什么样的秘书 他其中有一位秘书啊 对了采访的媒体比中止 记得吗 比中止 那么后来呢 还对采访的媒体呢 那么又是很轻挑的出言不逊 然后紧接而来就说 什么珍藏不公开不能讲 只是我颜色错了 他的意思是说 他不应该是白色的 他如果是绿色是民进党的 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了 我们今天那么媒体去进行采访啊 你可以拒绝采访 但是采访是媒体的天使 你拒绝是听到的事情 但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样的秘书 我想坦白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找这些 一连串的几个秘书 你看他的这个 那一位随护陈文忠 也就是民众党成立的时候 第14位签名的那一位 那一位这个陈文忠 也是两次的把他给 这个等于说用证人的身份找来 把柯文哲的所有的行程 全部兜上 为什么要这样兜上 我相信他已经 有另外一个可以对照 他们几个对照了以后呢 因为这些人都是用证人的身份 那么来这个等于说证明啊 你所说的话是真的 只要有人出现叮答 记错还是讲错的地方 就是做伪证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了 这样坦白就是这样 而现在呢 那么我我站在我的立场 我觉得那个今天那个 蛮有意思的 今天民众党发言人又说 合法的政治现金 都变成汇款 难道是成为 变成贪污犯吗 这是科幻小说就对了 合法的政治现金 我觉得就是合法的政治现金 但问题是 如果他的背后隐藏着 见不得人 或是另外有内幕的 这个内幕的话呢 这就不是合法的政治现金 很简单嘛 请问一下 六个多礼拜之前 柯文哲被人家 自称自己 比民进党跟国民党 那个做假账的政治现金 送监察院的 还来得清白 说他坦坦荡荡的 那个政治现金的申报 请问你民众党整理出全新跟全真的出来的给大家看了没有 没有啊 没有对 那些人都没有啊 对 到底你们那些匿名的 99999的 到底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乱搞的 除了全部都推给这个会计师之外 你们整理出来没有 没有 给你们六个多礼拜 你们都整理不出来啊 嗯 你们自己都整理不出来 自己都搞不清楚东西 你凭什么说 你的政治现金就是干干净净的 对 这几个人啊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嘛 这个周刊报道没有意外的话呢 这几位用被告身份 金华城的相关企业的人来了以后 其中至少有五个承认 这三十万不是我自己捐的 公司给我让我去捐的 公司为什么要给你让你去捐 你就是人头 对 那公司为什么要给你三十万去捐 在2020年的这个三月 二四二五二六三天 分批去这还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两百一十万哦 还有没有别的 对 有没有对价关系 对 因为时间点太臭 金华城案最离谱的是都在时间点 这个case过了 啪啦啪啦啪啦就去存钱 然后呢就有人这个等于啪啦啪啦啪啦把钱汇进去 不都这样吗 不管他的时间点是百分之五百六的 还是百分之八百四的农机率 怎么会都那么巧呢 所以呢事实上啊 我觉得柯文哲今天 那么啊他自己本身啊 像小孩子一样在那边耍不高兴啦耍威风啊 我不给你问啦 那你们家的事啦 我跟你说 而他现在重中之中最害怕的就是 他那个号称五十年同学的李文中 今天下午借讯出来 会不会每借一次 我跟你讲 他现在李文中是贪污自罪条例的收贿背信伪造文书 李文中要关起到先三步 所以李文中他会愿意让自己去当愚文吗 对 现在情绪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因为的确 减调侦办的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也发现有很多真的是违法的事件 那比如说YT的这个斗内 徐甫那时候就有去问当时的 他们党部的财务长叫梁秀菊 梁秀菊就说 这个事法性有问题 不宜使用党的银行账户 所以他就去问了李文中 李文中那就放到木壳 木壳用个外币的这个账户 所以柯文怎么看 这个YT的这个斗内的这个账户 然后因为进了木壳的账户 那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工账还是施账 这所了解到是完全混在一起吗 这个就是不尊重专业的结果 是不是有一个梁秀菊 还有问 而且过去也是被公认说梁秀菊 在这个不管是财政纪律 或者是事法性上面 他都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是非常应该说公正 可是你知道在之前的报道里面 讲柯文哲怎么看梁秀菊 钱如果要过他很麻烦 那很麻烦怎么办 很麻烦理论上你要做的事情是 要嘛你就配合他 至少他能够保证 至少他的经验会让你免除牢狱之灾 那或者是你如果要轻松一点 随便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把它做好 这是两件事情嘛 我认为跟柯文哲有关的 比较方便的钱 他就会拿出来用 什么叫方便的钱 比如说政治现金专户捐款 我们如果比如说钟小平捐给柯文哲 陈伯伟也捐给柯文哲 那这个钱因为我们要登记 我们要写名字 然后具体金额什么时候 所以那些钱是不好动的 他只能在选举的时候动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把 因为你可以把这些账户 分成很严格跟很随便 那最严格的一定是政治现金账户 所以只要钱进了那边 他就非常难动之 最好因为私人公司 管不到 如果没有进入司法 我们还不能查他的账 那是私人公司 你怎么可以查人家 虽然我不能查台积电的账一样 然后再来他有一些协会 或者是智库基金会 这些就因为有公益性质 为什么因为捐那里的钱 可以抵税 所以那边就会有比较多人可以看 所以他是可能是相对 这个政治现金最严谨 再来没那么严谨 那私人公司一定是最随便 所以你看他们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能够放的话 尽量放到好用的地方去 放到木口他可以随意运用 放到木口随意运用 所以今天 李文中跟许甫讲的话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许甫你这样算不算在空中创供 你怎么可以把你去调查 一天到晚在讲说 这个媒体什么侦查不公开 虽然媒体本来就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再来一天到晚消遣 这个周刊叫静周刊 叫做静检 现在民众党叫他们都叫静检 有北检 有检联 有静检 然后一天到晚讲说 这个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 结果你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说出来 他把他调查官问他的所有内容都讲出来 问他是查金华产 政治现金 他就说是政治现金什么东西的 对啊 所以他现在讲话的对象到底是谁 虚无你要小心 你不要一天到晚 好像人家邀请你就要去赚那个 三千块五千块通告费 你每次讲跟陈志伦讲讲一讲 两边都拼不起来 很怀疑人家 你们连睡在一起都不会串供了 笑死 所以许甫他讲这些话 第一个有这个串供问题 第二个他把责任都丢到李文中身上 这突然 昨天我就在这个节目 我们就提一个问题 他背信针对谁 对 我后来发现他背信就是针对这一条 对啊 对不对 他其实就针对这一条 你看 因为徐甫说这个进目可账户 还没有拿出来使用 对 他说当初相信他不会侵占这笔钱 徐甫的意思 他意思是讲李文中侵占这笔钱 其实就是在影射 徐甫的意思是说有一个YT捐款 我问大家很简单一个概念 请问选举期间民众资深的捐款 你是捐给民众党未来发展党务用 还是捐给柯文哲选举用 那如果你的起信动力 你在捐那一条钱的时候 你是想要捐给柯文哲 去选总统用的 但凡哪怕只要有一个人 是这样子讲 这个金流就有问题了 我跟你讲 国民两党五党第三势力 其他政党 只要哪怕我身上有一条这种 新闻就做三天了 柯文哲有办法弄到这样子 整面墙都是 然后民众党还在那边死 死账 说我没有问题 金流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 YT捐款他就有民不服使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李文中便宜行事 把从最严谨的政治现金 因为他们捐的人 是要捐给他选总统 但是因为通过了YT的管道 他所以就把他挪到 木可公司里面的外币账户 那徐甫讲完这一段之后 还加码 说这个木可公司 只有李文中的可以使用 意思就是这几百万 有可能被李文中 拿去公司混淆在一起 这都徐甫讲的 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第一段讲的 接下来的日子 就是民众党要把责任都 丢给李文中 然后柯文哲再说他不知情 柯文哲这么重视网路的人 一天到晚跟网红 在网路上做节目 他开完选完总统的第一个检讨 他检讨的第一个要点是 我当初不该把民众资深 跟KPTV分开 意思就是这样子 要重新建立两个节目的流量 当初合在一起的话 他那几十万上百的订阅 就可以全部都捐给我柯P 什么KPTV 他从头到尾都知情 他怎么会不知情 而且除了民众资深 还有KPTV 检调还可以再去查 他们开了好几个频道 可以再去查 所以接下来几个重点 第一个责任要推给李文中 第二个柯文哲什么都不知道 第三个我们所有的人 都没有经手钱 就是这三个 于是你会发现 民众党的金钱 呈现一个真空的状态 柯文哲不知道 黄珊珊不能碰 李文中很负责任的不清楚 徐府城市长没有多少钱 所以民众党的钱就像一个真空状态 就像一个空气一样 好像有那个东西 但大家都不能胖 不知道不清楚不负责 有这种政党 徐府讲的话有点前后矛盾 好像要帮李文中讲话 他就说这个不可以说 李文中是民众党的大账房 没有当什么白银的财物 但是他一方面又去跟调查局说 这个全部的钱 都在那个木可的账 外币账户没有领出来使用 然后当初他相信 他不会侵占这笔钱 那也相信这些钱可以整笔讨回 所以小评委员 怎么看徐府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完全要推给李文中吗 徐府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那看形势发展来发言 他是完全状况外 他也可怜 我觉得他当这个负密 这第一件事 急到媒体问他 急到他只能到处去串门子 串到那个简连那边 到处问到什么东西 前面那时候当然 阿伯跟这个李文中是一体的 可是徐府也坏 也是刻薄 为什么 他说 他跟那个周宇修说 开除了 开除以前的事都忘记了 那今天 那过年大家都要拜列祖列宗 然后呢 李文中姓李吧 那李文中 然后去了被剪掉船了以后 到回他家以后 你给我滚出去 你不是李家的子弟 他当时 他是核心中的核心 他当办公室主任 你徐府在哪里啊 你们夫妻啊 这第一件事好不好 我们讲何金城 第二个党 他是党的大帐房 他是所有 所有那个 靳元总部的大帐房 你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李文中 你不看他有没有犯法 这没有规矩 现在小鬼你知道吗 而且 除了这个事 以为这样签 这些人是没有能力搞政治的 不管是周宇修 秘书长 很大的官 如果今天 如果蓝绿两个秘书长 我们又出个谈吾犯 是这样子回答 就倒了好不好 谁要投你蓝绿啊 笑死人了 笑掉大牙政治 政治要有程度好吧 政治 他只是不好意思说 我不知情而已 对嘛 这些人怎么可以搞政治 会对 369万票 这些人的表现 一个最有水准的 高学历的第三势力 怎么会出这样子的人 来做高级党工啊 所以这个党 除了贪污没前度 只有这些人 人才 政党 中心以人才为本 就出这些人要改造啊 不要胡闹了 再拉回来 李文中 其实啊 我觉得李文中招不招 没有 朱雅虎招不招重要 这样子 近十年来 大家都谈了嘛 只要我有金流 然后有人证 因为物证太清楚了 然后人证朱雅虎咬你 就没有救了 所以你说李文中 在那边否认不好 不重要 我觉得朱雅虎讲话最重要 因为 今天证明是 你阿伯有收我金华城的钱 我不管谁送你 不管省计金 不管是朱雅虎 不管任何的形式 不管ATM等等 然后我认为李文中的个性 也是会招的 老板在土城 所以车手起心动念 对 那出来老板虽然不打你 他就是个最大的车手 那里面最大车手 就是朱雅虎 可是这个车手 可能手脚不干净 污了老板的钱 真的啊 你讲这个李文中 太侮辱他了吧 账房吧 管钱的吗 今天你的钱都完全干净 你没有什么伪造文書 给背信 什么叫背信 非公家的钱 私人的公司 我无前叫背信 公家的钱叫贪污 给柯文哲 可能还不止这样 最近不是也有一个人 背信判了14年吗 李文中的假如 不光是只有木可而已 其他的还有吗 可能不止啊 木可董事长 李文娟是木可董事长 那木可的钱 如果他们是完全独立个体的话 哪有背信的问题 那就是民众党的钱 进了木可 没有还给民众党 才叫背信 对啊 而且那个钱 我们都是 都是善良的人 我们讨论他 正常的人 是讨论不清楚的 因为出了9.3亿 钱会都插来插去 跟八爪张云 互相交错 那钱根本就弄不清楚了 你知道吗 对 那可是当然 检察官很清楚 才会弄出 伪造文哲 那他们现在说 木可这边的账户 公司混在一起 有办法把它 还有他有一条 最重的罪是什么 收费罪 收费罪 收费罪十几年 十年以上 那显然 检察官查到 公款金华称的钱 跟公权力对价 被给的容积 里面他误到钱了 这个才叫做收费罪 这条才重 背信我觉得还好 一两年 背信还好 这条十几年才是 收费比较严重 问题严重多了 十年以上 所以李文中的角色 看起来是相当的关键 当然小朋友 因为就说 朱雅虎 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关键 讲出来 李文中就算否认 也没有办法 是不是 所以范老师 整个的状况 李文中应该也是最清楚 现在否认 对于整个案情 会有什么影响 李文中目前是 以这个违背职务 收费罪 这根据贪污罪条例 第四条是 十年以上 到无期徒刑 看到无期徒刑 那可能 这辈子都在牢狱里面了 而且这个 最近民进党 准备就是 要修法嘛 就是提案 无期徒刑 不能够假释 那就是终老到监狱里面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刚讲到这个 孙凤群 我发觉他真的是 这个被理财耽误的 国文老师 因为他这个 信用专家 不容易 他是这个 国文系毕业 世大国文系毕业 那 其实他们一直在讲 讲学者 我是觉得 讲学者 什么新故乡智库的学者 我们一般讲学者的这个定义 可能我们比较 吹毛球深一点 一般就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 要教授等级 或者要有博士学位 那他因为他只有一个硕士 而且他是高中老师 所以用学者这个名词 是没有点怪 那但是他很奇怪是 新故乡是个智库 为什么他的薪水 却是从政治 这个柯文哲竞选总部的政治现金过去的 表示这个新故乡又跟竞选总部搭上关系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智库 他就是柯文哲竞选总部的外围组织 那这就变成说 整个金钱的流向 是非常混乱的 那为什么他会被约谈 如果他就是单纯 你这个薪水 为什么也涉及 违背职务的收费罪 他收到什么费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讨论的 他的身份很怪 我觉得他一直 而且他不只是当高中老师 他是前年退休 50岁的退休 所以他看起来还是非常年轻 还充满活力 他除了讨厌这个理财之外 当初这个蔡英文上台 当时推动的年金改革 2016年的时候 他也非常积极的在 帮这些军工教争取权益 然后再来他还写文章 他还在这个疯传媒写个专栏 他有自己的专栏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 他是多才多艺 他还关注这个108克纲 关注什么劳保 公保等等 这个人是蛮不简单的 但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跟克文哲搭上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都是在新北的一所公立高中教书 怎么会跟克文哲成为他重要的一个幕僚 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还值得去推敲 反正目前来讲 这个猪亚虎的这个他被收押的这个 江湖的说明已经说他已经承认了 他这个 坦纯行贿 他行贿嘛 那谁有行贿一定有收贿嘛 谁收贿 我想这个呼之欲出 到底是不是这个李文中还是其他人 那我觉得看起来这条金流是已经发现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徐甫一直在讲一些 他们都在讲一些 我觉得他不是核心 所以他对很多的金流他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包含陈志涵我都不觉得他们是 真的在这个财务上的一个 属于有了解的非常透彻 陈志涵可能只是负责媒体 徐甫都是负责一些行政事务 你看那时候 这个检调要去 这个去搜索木口的时候 徐甫去开锁 他是负责管 开门的 开门的嘛 他就是说一些行政事务 他没有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对金钱流向 他大概不是很清楚 但是目前有说他 早在9月20号就被调查局约谈了 而且上个礼拜 他莫名其妙 忽然出现在这个连政署 那跟无头昌一样到处乱窜 然后戴个口罩也不讲话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说要送文件 也不知道送给谁 所以就别人说 曲府他到底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我认为他还是比较外围的 因此我觉得在目前来讲 他就也不需要再多讲话 多说多错 反而很多地方也有跟陈志涵都不拢 反而这个有点提油救火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呢 就是 再来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陈文中 因为陈文中他是克文哲的贴身的 这个随户 他应该很了解 克文哲的一个行踪 因为可能包含他去唱歌 对不对 或者去那个星光的 这个吴东敬的这些别墅 是不是 这个陈文中都知道呢 因为陈文中是早在 克文哲在台大 当医生的时候 他当时就是附近的派出所的所长 所以他当时对克文哲相当的这个尊敬 很客气 所以后来呢 克文哲当上台北市长 他就随直就 当时这个随户是由中央派的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派的 克文哲就执意要 陈文中 而且就在他身边 那陈文中还特别是 他加入了民众党 一般公务员加入政党 通常是尽量不要去 占哪个党嘛 你这样子占错边 选错队很麻烦啊 难道你认为克文哲会当总统吗 所以他是很特别 他对克文哲的确是忠心耿耿 但是这个时候会不会肝胆相照 变成肝胆剧烈 我们觉得还要再看 他的金融语意就是他会投资 他在很多演讲里面说 这个字幕都会拿来投资用的 他八年的时间呢 获利可以超过一倍 好像从50多万变成108万 然后呢 他的这个家人的一些保险金 就是一些医疗费用的 都从他投资数里面 取得这样收益 所以他在过去很多演讲里面 就在指称说 哎呀你看我们这些操盘手 就是指这个退辅费的操盘手 他们是公务员啊 哎呀又不懂得这些股票 怎么会叫他们来做投资理财不对 好那当然意思是说 他八年赚了一倍是很厉害的 然后他还教你说 怎么去投资中国股市啊 全球股市啊 还可以定期定额买进债券啊 很多地方 都是理财专家 对 但是他是教国文的 教国文的 他是老师退休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学术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我们说理财东西 本来就是你的经验法则嘛 好 但我要说 这件事情之所以被关注的 主要是三个点 第二点 基本上那时候 不是传话很多人 十几个嘛 就是除了 跟之前讲那七个人 其实检掉最近密集的 访谈了很多人 其中每个人呢 在被要求去建设官员的时候呢 都准时到 只有一个人呢 他在当时 第一次传的时候 没有到 就是孙凤群 第一时间他没有到 那后来呢 他就又被传话 他就来了嘛 那来的时候呢 他被点出了一个 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呢 他是这个 新故乡智库协会 里面的顾问 那其实在那里面呢 有很多以前都是 台北市政府的一些官员 都是顾问 包括赖湘林 在内都是顾问 但是这些顾问呢 基本上好像是无几职 但是有些有部分 像赖心凌 是有领到民众党的 这个薪资 五万块嘛 对 但这件事情 非常厉害的事情是 先说明天是 他是智库的学者 所以一般来说 领薪水 应该领的是智库嘛 你是顾问 可能给他一些津贴 但是呢 最后呢 他的账单上面显示 他领到的薪水 不是来自智库 这个就是检掉 觉得好奇 他领的钱呢 是来自于晋办 晋办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给他一笔十二万元的钱 汇到他的户头 是用晋办的费用 那时候 就要月薪十二万是吧 没有 就那一笔而已 就那一笔 就那一笔而已 但是其他的智库的顾问 不见得有这样钱 所以就有人就问一件事 因为他有人说 他是黄珊珊介绍的嘛 所以就有人问一件事 黄珊珊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的智库 为什么要找一个 所谓理财专家 是要教这个科文者理财 还是叫民众党理财 他到底是智库学者 还是晋办的干部 他是智库学者 他不是晋办干部 但他领的钱 是晋办的钱 是晋办的 对 所以这就很奇怪 所以这个检调里面 所提到的 所以我今天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吓一跳哦 因为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今天分了那么多笔钱 1.9万 你分了三万笔的 这个就几十万笔 这种就三万多笔 好 这些所谓的小额的捐献 那一定有人是理解 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所谓的小帐篷 那今天呢 其实在这份报纸里面 哇 讲得很惊悚 我看到的时候 有吓一跳 已经抓到小帐篷了吗 因为我们知道帐篷 就是李文娟嘛 李文忠嘛 我们都没有想到 有其他的帐篷 对不对 今天媒体上面 直接说一句话 科智库小帐篷 曰谈孙凤群 因为他是被告 要说一句话 他是被告 但是被告的理由 只是单纯因为 他领了 禁办十二万元 就当被告吗 因为他先去的地方 不是先去捡掉 他是捡连 他是先去连 那连的部分 就一定要牵扯到 就是金华城 所以呢 这里面呢 这个媒体 直接说一句话 叫做帐房 这个智库小帐房 听到的小帐房 我就觉得 毛骨悚然了 因为你知道 一般来说 排面上的帐房 你都有金流嘛 对不对 知道资金怎么来 但是小帐房呢 可能就有密账 那是不是有密账的状况 不知道 因为媒体讲的 题目很惊悚 内容其实很单纯 就是他领的钱 竟然不是这个智库的 好 那回来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我们还记得 之前谈论到一件事 就是众望基金会 你记不记得 众望基金会呢 曾经在两年之内 就是他花掉了 2677万元 但是呢 其实他是只是 只有两次大活动 那只有一张发票 当时就有点好奇说 那你众望基金会 捐款人是谁 好那你的钱怎么来 那因为现在 已经知道 牧可在这个 在这个检察官里面 认定牧可 还有民众党 以及这些 智库跟基金会呢 很可能都是 不同的小帐房 那么收取资金嘛 好那 回头一句话 那就很好奇哦 那台湾新互相智 智库协会 他是不是也有收到一些现金 这现金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实在不能理解的事情是说 他只是一个智库的学者 以前搞ETF 搞这个投资理财 定期定额到处演讲 然后他是一个退休老师 当时理由是因为 他说他的退休金会减少 所以避免自己的财富减少 所以他去做投资 也过去这几年 顺风顺雨赚多钱 所以媒体上有他的报道 然后他也参与了 所谓的退休 这个国务人员退休的组织 就是有关这个退休金的问题 他也提出一些劳保的想法 但是整个在智库里面 只看过他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跟劳保有关的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看不到这位所谓的孙老师 孙凤群老师 他扮演什么角色 突然间变被告 而且简连立刻查他 而且谈心超过四个小时 所以回头一句话 这个水是不是很深 也就是说现在 刚才有提到 刚才老师是说了 把朱雅虎 把他这个 就是先把他这个积压 是为了保护他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白手套是一个个 被积压的积压 露出来的露出来 所以白手套一旦 慢慢的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追踪资金的来源 所以这次 所谓的孙凤群 他基本上是一个 基金的理财高手 突然之间成为被告 而且他领的钱 竟然不来自于 来自于禁办 所以当简连就说 这个部分确实有猫力 那我就好奇 到底现在是不是 已经开始 再重新追查 柯文哲的 所谓的小金库 那这个如果小金库 想这样的话 一一揭露的话 对柯文哲的影响 会有多剧烈 对的确 我们看到这个随护 他之前也因为 这个有福报加班费 所以就调职 在这种情况 现在整个的状况 因为牵连盛广 包括很多的人员 其实都牵扯其中 那再来就说 因为现在还要去查 那个神秘的1500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说陈文中 是讯后请回 那再来 今天有个讯息 就是沈庆金的 同窗育友是大有来头 所以紧急将沈庆金 换房 原因是因为 他旁边的育友 很厉害 来瑞泰哥 在这个部分 他们说 怕沈庆金越压越精明 真的是这样子啊 有厉害的育友 可以提供很多的 所谓的什么诉讼策略吗 不是啦 最主要的是 那么两位都是说 要进界 那另外那个育友呢 是个律师 所以他因为也是 有其他的案件 还是个名律师 听说 听说这个之前呢 也上过一些媒体啦 所以呢 你想想看 沈庆金现在 关在里面 就是不要让你跟外面 这个等于说太接触嘛 对不对 结果呢 才说要进界嘛 除了你自己请的 跟本案有关于律师之外 那你想想看 每个人 两个人关在一起啊 那到时候关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没事 会聊天嘛 会讨论吧 讨论也要 不是更加的 增广见闻了吗 对 然后呢 听说有关于 上渡下泄的部分 还要找他的育友呢 那么进行做一个作证 说我有上渡下泄 这样子 所以后来听说 已经把这个育友 也给换掉了 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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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这个 沈静晶呢 他是蛮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照理来讲 不是越问身体越差吗 他越问又坐轮椅 又尿袋 然后呢 萎靡不振 那天问了十个小时啊 问了十个小时的以后 对不对 听说精神状况还不错 对啊 后来不错 还吹口哨 中小平说了 中小平满了解他了 听说还吹了 还可以站起来 然后吹了一首口哨 我问你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吹口哨 对啊 心情这么好啊 至少压力 压力 心里面的压力比较轻一点嘛 他当然吹口哨不是为了这个 自己认为说 我应该可以 吹哨壮胆 我应该可以保外就医了 一定不是嘛 你都可以站起来吹口哨了 我怎么可能还让你保外就医嘛 要让你这个交保啦 等于说你这个借户就医了 以后有机会交保 你想交保 除非你供出配合 那个相关的这个案情 供出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当污点证人啊 还是什么 供出所有东西 跟大家讲一下 当污点证人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污点证人啊 你要想当污点证人 必须一次 把所有的内幕 全部供出来 你不能说谎 也就是你不能说 我供出来了 对别人不利 对我自己不利的 我就藏起来 不能这样 你的这样的一个污点证人 就不成立 所以呢 他到底讲了什么 那十个小时 沈静静讲了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十个小时过后 没两天 那个隔天就 黄国昌出来讲说 什么塔金流 陷入焦灼式的空转 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 陷入焦灼式的空转 你是在写科幻小说吗 你黄国昌跟民众长 在写科幻小说吗 还是你民众党 还跟黄国昌 是从台北地链署 这边有人泄密给你说 追查金流 陷入空转式跟焦灼吗 隔天29张搜索票 啪啪啪啪 都出去了 所以呢 事实上现在呢 那么检察官的手上 掌握了 比我们更多的 不要忘记 当时在深压 柯文哲的时候 律师 他是现月的 里面的证据是 什么现月 现月的就是 你来这个 鸡鸭田开的时候 柯文哲的律师 也只能抄 抄完以后 只限在鸡鸭田里面攻防 鸡鸭田攻防 结果一出来 你操的东西 全部没收回去 全部收回去 你只能用脑袋计 你要知道 一本这么大本 你只能用这个计 而现在 李文中跟朱雅虎 也是这样 所以表示 李文中跟朱雅虎 说掌握的证据 是这么扎实 这么厚 所以我看 那么整个重点呢 其实 这次的整个重点呢 是在朱雅虎 他已经承认了 所以他咬谁 谁就中标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如果李文中不当宇文 李文中说什么 说了谁 说多少 那幕后真正的重要领域 我们有人会认为 木可公司 跟这些基金会 跟这些进总 这样奉务 所有的企业